今天12月,幾號來著老婆大人 45號,親愛的虎毒蟲 12月45號,正式住進這大房子 今後日子我要用語音魔法記錄下來 書寫什麼的麻煩死了 這樣想不為魔法的五角真辛苦 老婆大人要不要試著寫日記 沒有這個習慣可以試試 12月47號,注意到老婆大人到處放花瓶 很喜歡花嗎?你可以為他準備個驚喜 好像不新鮮,請一個五角僕人替換掉 順便換個顏色 最好不要不知道那是你的主意 幹你這個氣管炎 還是別碰老婆大人的花瓶,想弄個花園 如果在後院挖個坑太寫木了 秘密地下室喔 哇賽,真的蠻瘋狂的這傢伙 他懶得寫誰用講呢 房子准到必須回去工作 有情感的日子不想回去幹活了 所以我可以進去嗎? 請讓我看看 不行,這是我的隱私 嗯?你不想回去工作啊? 別看啦 我只看一行 為什麼你一直不跟我談談你工作內容呢? 那是因為 五十八號 準備搬家與婚禮請了長假 前天回去工作 是我破曉日後的第一份工作 而我才明白 過去所作所為是多麼的骯髒殘容 我必須辭掉工作 但老闆會批准嗎? 還能全身而退嗎? 我還是無法放下前日我的所作所為以及過去 我令多少家庭破碎 為何我過去毫無自知之明 我怎麼可以在孩子們面前叫他們的父母 因為我過去的所作所為 我不想要孩子 也接受我的決定 而那個已經準備好的嬰兒房 我不想再提起 我會用魔法把那房間鎖上 他是做了什麼事情 讓他覺得感到愧疚是不是 他該不會就是那個什麼 什麼 吃蟲的惡鳥吧 呵呵呵 感覺有像耶 比較鄭重 畢竟我還有為親愛的老婆大人要事後 出門才購了一大堆原藝新手書籍 還買個亮晶晶的種子 過幾天 再準備地下花園 已經有些樣子了 過不久就可以帶老婆大人去花園逛逛了 喔 我估計有些向老闆提出辭職 但很意外的他答應了 有個條件 完成最後一份工作 他只說與網不同 不再是骯髒活 雖然這麼說 但老闆的笑容像是別有意圖 今天是1月19號 老闆說了最後一份工作定在後日 正好是我與可莉拉的破曉日 老闆拒絕改日 像是刻意的選在這個日子 還真的相當不尋常 他沒有明說工作內容 時間或地點 老闆一下很嚴厲了 要是對他有過多的質疑 我絕對不會有好下賞 但也許我已經在漸漸布下面我 說不定是我多想 今天我要去做我最後一份神秘工作了 依然很不放心 我過去為了老闆做了不少骯髒活 我這輩子是不可能離開他賞心的 可莉拉 要是你看到這 代表我已經多日沒有回來 也許我到時已經回歸死神了吧 我執意要去是因為不想連累到你 但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命運 我愛你 GG GG 直接再見 所以他應該是真的已經被他老闆給做掉了 這應該也是為什麼他不在他老婆 可莉拉面前講到他的那個工作吧 因為他覺得那是骯髒的 他沒辦法接受說他做了這些事情 所以在我這邊還有喔 欸我記得我剛剛不是有拿到一個羽毛嗎 紅色的 我記錯了嗎 被他老闆入罪了 啊小朋友 被他老闆入罪是怎麼回事 欸我剛剛沒有拿到羽毛 我以為我拿到一個紅色羽毛 嘿嘿嘿 我覺得 他會不會真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然後他把那些鼻涕蟲智障幹掉了 他把那鼻涕蟲智障幹掉了 然後他現在感覺很愧疚這樣 老闆是女的 原來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所以其實不要走到固定的位置 他都不會有事 就現階段來看 我們如果大概往這地方走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就會遇到他了 就遇到這個的閒閒了 要我成為藥頭 重點是連吸都不能吸 連賣都不能賣 是要成為什麼藥頭啊 對不對 你要給 好你要我當藥頭 可以 不是不行 你至少給我使用他的機會吧 連使用都不給我使用 真的 我頭子真的冒在燙啊我 嗯? 心累了 色彩不見了 但你依然覺得 抓著什麼東西不打算放手 知道他是屬於哪裡 屬於哪裡 我突然抓到一隻 我我我之前也常遍為什麼 我覺得怪怪的 紫色的雙頭 雙頭犬嗎 呵呵呵 我知道他在哪裡 紫色的喔 紫色的喔 這時候有變化了 欸有欸 所以出現了最後一條道路了 GAD 欸不是啊我之前也有變換過為什麼 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 逼我 我現在想罵髒話 我浪費了那麼久的時間那邊是為什麼 是要摘嗎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他這紙條 可以拍到用場 傷痛的心 傷透的心 生命 死亡 思念 死亡 死亡 葬送思念 死亡 葬送思念 死亡 死亡 不好意思 花園地圖 最後都要統一集到中間就對了 稍微 趕快跑喔 只有四片花瓣,據說五片可以帶來好運 他可以幫忙復活耶 讚喔 這下子 我們不用再獨孤軍奮戰了,雖然靠他根本沒屁用 我們再多拿幾個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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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獄歷史中的傳說 一個惡魔部落與五角的村落 為了爭奪一片生機繁榮的森林洞窟 而起了火苗 爭執在大地 爭執在大地蔓延 從小小的部落之間在打鬥 到了國家之間的戰爭 當初引發戰爭的那片盎然的洞窟 也被戰火移為荒土 土地失去了原有的生命 為了再次帶給自己繁榮 產生了森之靈 森之靈所到之處 所處之物 都會長出花草樹木 但 因為散火的憤怒傷害了森林的心 森林 讓大地生長出了傷人的花朵 後期稱其為刺仙 刺仙嗎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生命或是純潔的心 等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紙條怎麼說 傷透的心放於生命上 死亡葬獸思念 綠 我們隨便放一個吧 花瑜我看一下 花瑜筆記 百光草是有點 淡黃色 別式然是藍色 變色啦 喔 晃動人 你打算拿回別式 那固定拿不住了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每個影片到這邊 都會看見 我們下方點選擇 可以繼續按摩